出貨多吉 我們今天是在週末 這一天跟家人前往中和的 東森大樓裡面 那這一棟呢 完整的名稱 我們也會在後面告訴大家 這一棟算是新的 為什麼呢 它的建築物本身舊的 但是它的一樓改變成一個類似美食廣場 我們帶大家去看看 有什麼以外呢 我們今天也會主打 吃一家叫做點八的港式飲茶 吃吃看看它的評價 隊伍來說 還有隊伍家人來說 還有整體下來 到底值不值得推薦大家 來這裡 樓下還有很多其他的 餐飲的選擇 不管是中式西式 還是台式 現在就前往 大家給它看下去 GOGO 交通資訊 Google Maps搜尋 東森購物總公司 或是乘坐捷運 南市角線 景坪站 騎車或開車的朋友 不妨搭大眾交通工具 那這邊是東森廣場 就是東森購物頻道的 他們這一棟大樓裡 那點八就是在後面 等一下要吃的就是在那裡面吃飯 比如說其他的 燦鷹品牌啊 我們等一下也會帶大家去看看 點八號的分店 台北林口台中 天母桃園 中和 中南部的朋友想嘗鮮會比較辛苦 點八號是天聰集團 名下的一個品牌 最被人知道的是 Mr.Onion牛排餐廳 也是為數不多的餐飲上規公司 這次前往用餐 是我個人的真實心得 從好吃到不好吃都會一一評價 也完全是屬於我個人口味 這次前往點八號是和家人 總共三人共同享用 一共消費了2286元 這杯凍檸茶 這杯應該是500ml 上面這個檸檬 貌似只是裝飾而已 但它沒有很酸 我覺得啦 辛吉叉燒樹哦 是辛吉哦 就賣個麥當勞一樣 五辛吉 感覺很油耶 看那個外表 整個都是更油啊 有燙 像我說的一樣 應該很黏一點 偏油 然後是甜的 還行 味道我覺得還可以 但是偏油 鹹魚雞粒炒飯 鹹魚味跟雞肉塊的樣子 它剛剛關上的是很香 不過你知道我也覺得 炒味的很好 如果是在港心裡茶 一八八還可以接受 這個有香哦 這叫馬蹄桃麵果 這是什麼 這是有加壁脂的樣子 你那麼喜歡啊 因為是甜的嘛 避風糖雞翅 避風糖炸翅 上面這個貌似是辣椒麵嘛 清香味蠻重的 有一點偏鹹 味道雞翅本身 其實蠻酥脆的 我咬刺的末端 改咬就吞下去了 它裡面有鮮淹過 不是好吃 黃金流沙包 我們還有點一個 它叫做黃金流沙球 所以是不一樣的 它上面還有印有點八的字樣 可是這個印的感覺有一點點回變 就是很像那種高餅店的 但是味道比較重要啦 對啦 說實在的 吃看看 哇 它從屁股這邊爆湯 我們從這邊剝開來 裡面是很燙 是絕對的 它是奶香味比較沒有那麼重 吃起來是鹹甜鹹甜感 一個意外的還不錯耶 至少不是完全甜的 新蝦腑皮捲 一開始入口 它的調味 新香料味道比較重一點 但我以為 它會比較像我們第一個東西一樣 然後味道很濃 剛剛好耶 它裡面的蝦子也蠻大顆的 對得起這個價錢吧 芝麻球 裡面是空心感 然後比較不會像剛剛那個流沙包一樣 噴汁 跟流沙包一樣的味道 還蠻糯的 芝麻香蠻突出 蒜香蒸排骨 上來的時候它很燙 豆豉味也不錯 有軟嫩 這個型耶 看你小小一中 我都覺得它目前為止品質還算不錯 味道調味也都算一般之上 蒸排骨可以喔 凍爪的話 調味應該是會偏重一點 好啦 吃看看 確實有甜 可是不會辣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應該是人動 比較沒有彈性 芝麻菜 出鍋一樣的 很可以耶 這個大推喔 招賣賣相啊 都看起來比較不OK 可是會有東倒西歪 但是沒關係 應該是冷凍的嘛 然後直接下去蒸嘛 不可能它現感 這個反而比較沒特色 沒什麼好說的 蔥油雞排撈麵 賣相看起來還不錯 當然他們只要這種現做的啊 經過二次加工 這處理的很好 例如 蔥油雞 讓那個皮是脆的 味道啊 也不會是過分的 提出讓你覺得滿滿的蔥油味 稍微會對它這個麵的主體 有一點點失望就是了 再敷衍上去整顆 笨雞蛋 算有誠意喔 雞蛋我家人點油條 混合粉 完全沒有任何調料 配菜 然後混著油條 普通嘛 鑽著醋 還是最普通 家人說覺得還不錯 當然看個人的口味 來這邊的話 就是個人斟酌 但這個炒飯 我是到目前為止最滿意的 燜餡條的飲料 我也覺得必點 麵貌室有一個專人 呈現他們的飲料 專心做好一個項目 相對來來講還不錯 店內心用止吸管 所以喝到後來 如果你用晚餐 你會發現吃飯比較慢的 或者是喝飲料 喝比較慢的 斷掉了感覺 你看 那止吸管麻煩飽 這一點還是給推 天蝦床粉 藥片沒有彈性的 有點粉 但它蝦子確實包得很有誠意 很大顆 有鮮 如果沒有蝦子的話 我是覺得不太OK 吃包啦 點八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只會給它 剛剛好 六十分 它裡面有一些港式的飲料呢 我還蠻推的 為什麼會吃得那麼快呢 除了家人幫忙分食以外 再加上我個人也沒那麼喜歡 所以我只都是稍微 吃一點點的 稍微四可二指點到就好 六分堡 這邊還有一家 我覺得蠻特別的 就是它平常是開在緬甸街的名店 這邊有色櫃 我們喝看看 跟原地子喝起來 有什麼不一樣 GOGO 好 茶味比較重 我們要一杯招牌拉草 點的這杯呢 六十元是招牌拉草 店員說這杯的話是茶味比較重的 然後還不錯是可以選擇糖度 糖度半糖的話就是指甲煉乳 然後還有冰塊的部分也可以做調整 喝看看 它的包裝也跟他們原本的那一家 在緬甸街裡面的店是完全一模模一樣一樣 然後是這個LOGO 六十塊很OK耶 茶味真的夠 一匹一匹一匹 不高 反正呢 我覺得這杯印度拉茶很不錯 我會常來 印度拉茶 好 我是印度拉茶我在說什麼 招牌拉茶 招牌拉茶 今天竟然有活動送QR 送雞蛋 就是說只要掃QR 然後會進入他們那個會員 就有送雞蛋 這是這個活動 我們來這邊吃飯嘛 欸 是免費送 你基本上就加入會員 填一些基本資料就會有 真是小確幸 這邊的話我覺得蠻推薦大家來的 用餐環境也大 而且也是友善寵物 用餐的環境 所以如果你有帶寵物帶小孩 這裡也很不錯 然後冷氣也是蠻舒爽 所以來這邊用餐 應該會是給你一個不錯的體驗 那回歸到今天的點吧 我個人還是只得到幾個的分數 那表情說明了一切 超多幾幅 大家到這邊請 3 4 5 5 7 8 5 5 5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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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